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重点当时就是Gameify我那个猴子 但是那个猴子究竟怎么用 我回来的时候它的肚子拉链是被拉开的 我想里面是不是被人套过了 那会不会缝在它的更美国的东西里面 啊 啊 秘無所 貨 我觉得那个芭蕾舞的鞋子 跟我的这个有关 筹在上面有一颗五角星 我就想那个芭蕾舞的本子上面 是不是有五角星 所以我就回去 仔细地再翻了一遍那个本子 是可以做到的 得到一个拼弹跳舞 然后把这个弹完以后 又往后面掺 它就出了一个大叉 然后一横 然后下面还有一点 它是一个远转过来的问题 然后我就想不出来了 上楼看见那个猴子上有GIME FILE 跟我的拍手机上是一样的 看下来 大对下 可以了 是这个吗 还真不一样 不会吧 你呢 那就重点不在这个颜色上面 就在这就画 给你画 让我师傅打下了你的一个想法 是不是 应该想这个 给你画为什么在这个猴子上 而不是在那个棒吗 对 给他五颗鱼石 给我饭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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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鸡掌 鸡掌 给我五颗鱼石 五颗鱼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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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俩在交流的时候 改革告诉我说 它的那个加油器的颜色 和我的加油器的颜色不一样 我立马拍出掉了颜色 我开始把所有出现的元素 两把锁 两个钥匙 鱼钩 鱼钩 鱼勒牌 猴子 鸡掌 加油 然后 猫 鱼钩 全部都开始进行罗列 我就 比如说给我伸手 给我 五颗鱼石 我怎么样的一个带着 找摄像机有点过分 感觉 有点离谱了 主门的世界 找摄像头 找电视机 变成了 监控室 不会也要让我打破第四面墙 跑到监控室去了 主门的世界 因为咱们是个真人秀节目 在我们作为嘉宾 或者是玩家的思路里面 工作道具和游戏道具 其实是分开的 我们平时不会刻意去留意 摄像机上面有什么 话筒上面有什么 音响上面有什么 但是当我发现自己 已经在开始留意摄像机这种 我原本意识里面的工作道具的时候 我也开始觉得 感觉有点不太对劲了 所以当时我脑子里就想到了 这个 打破第四面墙的这么一个梗 真人秀里面的真人秀 什么意思 真人秀嘉宾 发现自己是真人秀嘉宾 他们会干嘛呢 当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就整个人激动起来了 海报上有一个大boss 关注着这一切 这个大boss设计了出门的一生 那么对应到明侦探学院这个节目 就是院长 嗯 那么海报上旁边有一张 院长的专用椅子 最后的答案 就在 那一家 椅子下面 好 不行不能放弃 比起拿进条 我更希望就是 自己能推理出的那个节目 善始善终吧 我觉得我的是在最后一波 真的吗 真的吗 中央星期只有GAME5 想不出别的了 看看他们有什么办 那你聊一聊 走 走 来 聊完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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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盯着老齐 就是这样 我们先盯着老齐 然后 然后如果老齐没时间突然就同步一些 我觉得恩齐 应该不可能 恩齐她刚刚推到第二步 嘿嘿嘿嘿嘿嘿嘿 不是 恩齐真的好像 恩齐今天很在集出门的时候 她太快乐了 她的笑容 是吗 是吗 又是挂在脸上的那种 有 嫂子 找到了 找到了 恩齐回来的时候 是小跳 小雀跃的步伐 脸上挂不住 然后嘴里还在哼着歌 恩齐回来了 回来了 恩齐春光面 马面的回来了 对是 但没准恩齐现在出去一趟回来 已经把我推的别人 不是 恩齐今天 我还嘲笑别人 小丑竟是我们 对 没关系 我们宁愿那小丑 我在文齐哥面前 我就是小丑 文齐太可爱了 文齐太可爱了